14日晚,家住温州的一名女子报警车,其在邮寄快递时被快递员性侵,快递员随后离开并继续送快递,被侵犯的女子追出去拍摄设施快递员的照片时发现,其驾驶的电动车没有安装牌照。 后,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务城分局9月15日发布通报称,14日17时,110指挥中心接警车温州市区于谢仙村发生一起强奸案,接警后,警方立即介入调查,于到晚六市取在案发币附近将嫌疑人张某抓获,精神讯。 张某,南,1995年出生,贵州水城人,对临时起义强奸未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 目前,犯罪嫌疑人张某因设选强奸未遂,被公安机关依法刑罪,而一次涉事的中通快递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媒体回应着,集团高层获之后高度重视。 目前,当在网点正积极协助警方调查,公司将依据警方调查结果严肃处理,不会容忍任何违反法律、法规和企业行为转责的行为,会及时通报事件的处理进展,被情报记者赋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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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